我们来看看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部分分式的积分法 也就是有理函数的积分 那么我们在介绍题型之前 我们的话呢 先介绍一个这样的题目 这是一个国中的题目 那么各位同学会不会计算呢 我们要算A跟算B 因为这两个的话呢 都是积分式 所以这是只有数字数字 好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法 是怎么算的呢 这个的话呢 叫做通分比较系数 那么首先的话呢 在做这个之前 我要跟各位同学说 这个方法是很辛苦 而且很麻烦的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比较快的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说我们是比较辛苦的方法 是怎么做 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左边的是两个 有1跟2 所以的话这边有1 那这边就上下同乘2的 这边同乘1的 好我们继续来解下去 这边的话呢 是等于 我们采用的是通分 所以这边是a 所以这边是a 这边有一个x-1 因为它上下要同乘一个x-2 所以我们这边就x-2 这边也多了一个x-2 加上 右边的话呢 我们上下同乘一个x-1 所以这边是x-1 这边是x-1 乘上x-2 好 做到这里 我们看看 这边的话呢就可以通分了 所以上面的话呢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左边的话呢跟右边就可以比较系数 来我们来看看 左边的x的部分是多少呢 x的部分它是2 现在看右边 右边就是这一项 x有几个 a个还有b个 所以这边是a加b 这叫做第一式 再来看 常数项这边是3 那么 这边的常数项是-2a 这边是-b 我们把它叫成第二项 好 这是一个 两个位置数 两个方程式 这叫做二元一次的方程组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采用加减消去法 1加2可以得到怎么样 这边是5是等于 一加了以后的话呢就变成了 b就已经消掉了 这边加起来这边是-a 所以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可以算出来 a是多少呢 a是-5 那么如果a是-5的话 b就可以算出来带进去 b是多少呢 是7 这个是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5 这个的话呢把它做成是7 那么我们就算出来了一个-5跟7 紧接着我要教各位同学做第二个方法 是速度比较快的方法 好 我来介绍的是我们比较快速的一个解答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是我们原来的这个题目 底下这个地方x-1x-2 这个x-1x-2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假设我们设定 我们打算要算a 那么怎么做呢 现在a的底下叫做x-1 我们一个是两个是三个是 通通同乘一个x-1 好我们全部同乘 刮弧x-1 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各位同学请看 左边会变什么 左边就会变成了x-2分之2x加3 等于这个地方a因为乘上了一个x-1 所以的话呢 它很干净就留下来了 右边是加上b 这边是x-2 又乘上一个x-1 好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式子是不是看起来很乱呢 表面上是的 但是的话呢 我们下一步就立刻就会变得很干净了 因为我想要算a 这个地方我要把b给杀掉 那怎么做 把令x等于1 如果令了x等于1的话呢 右边这个就会变成0了 完完全全不见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多少 1-2-1 1带下去这边是5 所以我们就立刻就算出来了 a是负5 我们刚刚我们它的解方程是解了还蛮久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刻就强迫a算出来了 再过来同样的方法 我们做做看b的 b怎么做 b的话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同乘一个x-2 如果我们同乘了一个x-2的话呢 左边就会变成了 上面是2x加3 同乘了一个x-2 这个地方的话呢 保留着 这边是a乘上x-2 再加上 右边就x-2消掉了 就会变成了干净干净的b 非常干净的b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希望这个要变0 那么当然要令x等于2了 如果令了x等于2的话呢 这边2减1是1 2带下去 22得4加3是7 于是变成了7等于b 那么这样的过程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是 刚刚的通分 还要再做求职的话呢 非常的麻烦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取代了它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 快速求职的原理 那各位同学觉得 他没有说很快啊 那么我告诉各位同学 其实我们可以不要任何算式 就直接算出a跟b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算式啊 你想要算a 那我们先检视一下 a的底下叫做x-1 那么我们看左边 答案就在左边了 我们就把左边那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x-1 给它遮起来 好遮起来以后 再令x等于1 来我们看看 如果令x等于1的话呢 我们计算在这边没关系 1-2是多少呢 负1 x等于1带进去 1乘2加3是5 所以a就是直接写 它是负5 好我们的话呢 再把它恢复原状 现在要算b 想要算上b的话呢 底下看看底下 底下叫做x-2哦 x-2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做呢 一样的做法 把x-2给它遮起来 好遮起来之后 再令x等于2 来我们把2带进去 2-1 2-1是1 把2带进去 4加3是7 于是b就直接算出来是7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算式 直接用看的就可以看出这个系数是多少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两个例题 这个题目就是刚才介绍的一个例题 现在我们把它加入了一个积分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来看如何积分这个问题呢 好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一个一次式 这个乘开来会变成二次式 所以它是一个真分式 我们的话呢怎么做呢 我们利用的是刚才的那个方法 首先第一步 我们的话呢就用快速的方法 把这个上面的数字算出来 x-1的话呢上面要多少呢 把x-1给遮起来 再令x等于1 那么会变成底下是-1 上面是5 所以这里是-5 这边的话呢是x-2 我们把左边的这个x-2给它遮起来 再令x等于2 于是上面的话呢 立刻算出来答案是7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积分了 直接可以写答案 这个是一个一次式 所以它的话呢是 nature log 这边-5 我们就照写 所以答案怎么写呢 这边写-5 nature log ln 这边是x-1 加上 这边是7 那我们就照写7 nature log x-2 这个答案就可以立刻用 一个算式就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例题 下面一个例题是 这个题目的话呢我们没做过了 我们的话呢立刻将它拉开来 拉开 这边是x-1 这边是x-1 好 现在我们开始的话呢 使用我们的快速的方法去算出x-3上面应该要填多少 我们把x-3遮起来 再令x等于3 3带下去底下是2 3带下去上面是7 这里是一个分数 各位同学不要怕 不要管它 就照抄就好了 这个地方x-1 遮起来 再令x等于1 所以前面这个地方是-2 1带下去 这边是5 那么答案怎么写呢 我们就照写就对了 这边是7分之7 我们就写7分之7 来等于7分之7 照写 这个地方是nature log 这边是-2分之5 也是照写 这边的话呢 nature logx-1 那么我们就很轻松的把这样的题目解决了 不过的话呢 跟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提醒一下 我们一般的话呢 遇到的题目 那他不会这么好心 帮我们分解 所以他们这个题目的话呢 应该是怎么样出呢 他们这个题目的话呢 应该是要出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 他们会题目会这样写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把他的这个题目 要利用十字教程法 把它分解以后 再来这样做 那这边也是一样 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各位同学会十字教程法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直接就把它拆开来 那么如果十字教程法不熟的同学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前面去看我们那一个章节 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